为了达到消除贫穷和发展乡村目标 政府自2020年以来 投资超过104亿令吉 来发展乡村基础建设 当中就包括原住民村庄和偏远地区的道路 水电和社会福利等等设施 副首相纳德西·阿莫扎西就强调 强大的基础设施不仅会吸引投资 也能够创造就业机会 进而促进乡村经济发展 我明白的重要性发展 建设施地区的建设施地区 对所有的建设施地区的建设施地区 高的建设施地区 包括道路,区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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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和区域,区域,区域 全部都在建设施地区的建设施地区 为什么呢 因为建设施地区的建设施地区 让農仁育市场卖的物件更行 还有更要求 excellent and secure better prices 阿莫扎西今天在2024年 国家乡村规划和发展研讨会上指出 政府从2020年以来针对乡村的巨额投资 凸显了政府优先考虑乡村福祉和生活水平的承诺 他认为发展数码科技和人工智能非常重要 因为这两项科技都足以彻底改变乡村经济 包括提升农业生产力 改善医疗服务 以及利用网络将生意扩大到更多地区等等 让乡村人口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